大家好,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14日,星期五 再有多名假的難民遭到遣返 入境事務署由本月10日至13日執行遣送行動 先後將24位曾經在香港提出免遣返犯聲請 但不獲確立的非法入境者及預期居留人士遣返到原居地 涉事人士包括16男、八女 部份曾經因為干法刑事罪行被判監 即是來到香港還搞搞賺 好,說一點點 現在我也是拿著難民 asylum 那我就很有感覺 總之我不會在外國犯市 希望大家祝福我 記得按LIKE、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、社交媒體、分享、訂購我的運動月費 有能力的Patreon支持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希望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